我看上了你 我要穿上了 我原本想说来拍一个我一个礼拜的生活 结果第一天我就没追上公车 有装的帽子 放行 我下一堂课是德文课 然后是在下午2点 所以还有2个小时 刚刚买的这个 它有点像是咖喱鸡肉 然后身材这样3.7欧 每次上完这堂德文课都会觉得头超痛 因为老师都讲德文 现在下课之后 我想去买东西 刚刚买了一些菜 还有鸡腿 不不不鸡肉 我刚刚到家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刚买什么好了 我买了一点这个礼拜的食材 一盒鸡肉 一盒鸡肉 然后香蕉跟一颗我不知道什么的菜 然后和一些洋葱 我礼拜五就要去克罗爱西亚玩 所以我没有买太多的食材 然后因为我明天要上那个划船课 所以我就想说买个小毛巾这样可以擦一擦 因为我中午吃很少嘛 我现在肚子超饿 虽然现在才下午5点50分 但是我等一下想要做青指洞 一定要动用 republic上 适量的朋友 慢慢分开 我们来看看 不要放不下 看我 我们来看 咱们吃饭 我去吃饭 怎么不下 咱们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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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 in your arms as it's gone by It's easier to find the corner 我覺得加豆腐很好吃欸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次我洋蔥 就是沒有豬軟硬硬的 也不是硬硬的啦 就是脆脆的 沒有很喜歡 為什麼 今天超冷的 就是昨天太多的飯 然後就隔水加熱 手忙腳亂 加熱 加咖哩 這顏色看起來很可怕 嗨嚕 嗨嚕 看起來很好吃 味道很好吧 對 我要開動了 嗯 好像真的有點太醜 可是味道很好 有媽媽的味道 下雨 我現在要去上滑船課 然後今天是第一次上課 結果今天這陣子最冷的一天 然後剛剛還下大雨 可是我很期待 所以沒關係 所以請在嘗試看 對 這陣子的雕像是 這個雕像是 這陣子的雕像是 我只能吃到一碗粘子 我現在要去上皮拉提斯克 然後我上次是騎腳踏車去 可是今天我太累 我就睡到快7點10分吧 我才起床 然後搭7點半的公車 然後8點開始上課 我才會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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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pretty blue jeans and me running through evergreen pretty blue jeans and me I've tried to categorize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a divorce is quite good four, five years after 剛剛德文課下課 然後我又要走回前一堂課的教室 前一堂是演講課 然後這一堂是實習課 助教帶著我們 然後教我們怎麼寫paper 所以我現在要走回去 前一堂是演講課 所以我現在要走回去 剛剛上那個課頭好痛喔 我好像上什麼課都頭很痛 所以這才叫上課吧 反正就是因為那個是碩士的課 然後又是我有興趣的主題 所以我就想說好那我就修修看 因為畢竟大部分大學的課程 我都已經修過 可是因為我沒有寫過論文 或是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聽起來好難喔 要寫很多東西 然後你要靠自己去想 你的研究問題是什麼 你對什麼有興趣 然後又是講英文 我現在要走路去 打排球 現在已經六點 可是太陽還很高 看這麼高 大概就是台灣三點的程度吧 我來看一下我今天走了幾步 已經一萬零七百步 到了到了 後面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有三個 大的足球場 對 你勇敢 你真是很聰明 ja 所以我們會避免的量的投資 我們看見的可能性 為什麼我每次切結瓜都會擠混下去 耶 煮好了 等一下吃完然後大概三點的時候 我就要去火車站然後坐車去法蘭克福車站 然後去克羅西亞 我們的飛機是明天早上六點 所以我們要搭在機場一個晚上 那這大概就是我一個禮拜的生活 因為我禮拜五沒有課然後我都排出去玩 一週的生活就是禮拜一到禮拜四這樣 嗯 嗯 好好吃喔 嗯 這個醬是甜椒醬 好好喝喔 唉